記者 各位好 接下來 黃天皇議員 請歡迎 我們 首位主席議長 我們 韓市長 三位副市長 我們 市府團隊 我們 每個路樹先生 以及我們 市民朋友 大家早上 大家好 第三個 第一次 總之選 希望 首選 也跟我們市長 辛苦了 這段時間 面對這麼多的 這個 中雄 沒了歐 這個 劉強 我們市長 辛苦了 而且 還很委屈 但是 我相信 人們在做 我們市民也都在看 我們的市長 要挺得住 面對很多的條件 和科研 攻擊 我們要運作 因為未來還有很多的 困境 需要你一直發展 關關我們過 關關過 聽主 我相信 我們在民間 在地圓基站 走 聽到的 很多的聲音 對著你的方便 很認同 因為市長以來 可以說 就很拚 替我們的 農民在找出路 拚著市民的經濟 拚著市民的經濟 拚著市民的未來 拚著市民的未來 會全力幫你支持 市長加油 我相信 今天 我們市長 總結順的部分 要向市長 探討 就是說 我們少年人 這個 就業問題 和創業問題 這兩個層面 我相信 我們 我們的 年輕主情 往往 面對低薪的環境 所以 很多人 沒有很好的頭路 沒有穩定的思念 結婚 就相當大的苦慮 結婚之後 當時 也不像是孩子 經濟壓力太大 要再面臨後面 做出 或是買出 的這種問題 所以 有一個穩定的 這個 收入 或是這個 良好的 這個環境 非常重要 另外 就是說 全體流 創業的問題 一般 如果說 在學校 有學的一致之長 或者說 這個 在職場 工作經驗豐富 要自己出來創業 但是 往往 沒有這個 資金 沒有人賣 沒有 比較好的資訊 那麼 我們 市府 是不是有什麼相關的建設 可以幫我們 倒三天 尤其我們市長 對年輕人這塊 也非常關心 我想說 請問市長 我們未來 有更新的 生活 更好的 這個做法 可以 跟我們做 說明 請市長 回答 市長 謝謝黃天皇議員 感謝你的 鼓勵 跟關心 你剛才說這個 青年人創業 有一位趨勢專家 講了一段話 代表我的心情 他說我們這一輩的人 如果沒有辦法 幫下一代年輕人 留下一個 良好的競爭環境 我們離開這個世界 將會是不光榮的 這句話講了深厚我心 我們做了這麼多事情 這麼多的努力 極其量的怕病 就是希望下一代 比我們這一代更好 所以為什麼我當高雄市長以來 我對青年人的創業 還有低薪的困境 還有經濟的 比較蕭條的感覺 一直不停的 用很大的力量 希望能夠改變它 那青年創業這邊 我們五月一號 籌備處正式成立 十月一號要掛牌 我請了一位青年局 預計的局長 就告訴他很清楚 你當青年局長 絕大部分的時間 體力還有資源 都要用在幫青年創業 那選的這個青年局長 就是他有國際企業的人脈 人脈 不管是香港 新加坡 中國大陸 他有很不錯的人脈 我們是希望把這些人脈 引進高雄 年輕人創業最大的困難 最大的痛苦 就是沒有錢 人是英雄 錢是膽 這個年輕人 一沒有錢以後 他在競爭的時候 他是吃虧吃很大 所以我覺得未來 高雄的青年人 跟台灣的青年人 先天在競爭 就吃盡了苦頭 因為為什麼 我們經濟真的不行 所以同樣 22歲大學畢業 22歲大學畢業 今天生在台灣 生在高雄的大學畢業生 生在上海 生在日本東京 生在新加坡 生在澳門 生在香港 通通條件不一樣 對這些我們這些年輕人 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很著急 除了招商引資 不停的希望外面的廠商 來我們高雄投資 市政府就扮演企業的好朋友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為什麼要去中國大陸 香港新加坡 事實上除了賣東西之外 也是希望高雄的能見度提高 散播一個友善的訊號 讓所有的企業界 覺得來高雄 可以得到很溫暖的友誼 市政府是你們的好朋友 那這些對外商企業家來投 他就不要去越南 不要去孟加拉 不用去其他 他可以來高雄 一個友善的市政府很重要 那外面的招商 越來越多近的高雄 我們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就會提高 低薪的困境才能夠解決 所以議員 我覺得我們做事情最怕 一廂情願 你為什麼不來高雄投資 站在企業家的角度 我們要思考 他為什麼要來高雄 他有這麼多的選擇 他為什麼會選高雄 這一定是因為我們高雄 提供了比較好的條件和環境 不然人家不願意來 一個敵意很深的政府 效率很差的政府 一群不友善的人民 然後有做什麼事情 滴滴答答 不乾不脆 人家不來了 所以我很著急 第二 就是我們幫助青年創業貸款 現在目前為止 明年我們要編3億台幣 3億夠不夠 絕對不夠 事實上來講 就算是真的到了目標100億 我們覺得也只是勉強而已 因為這整個要將來 投入整個青年創業的時候 他們經過申請 我們就撥發錢 那這些錢 就是政府佔你的股份 你就好好去衝 你就不用再去四處告代 去借貸 你好好去闖 用你的點子 用你的創意 用你的拼勁 我們也知道 成功率不見得很高 可能30%成功 50%成功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我們要幫助這些年輕朋友創業 除了營造一個友善的環境 大量吸引招商 還要幫助高雄的青年子弟 將來來創業 叫他們不要害怕 千萬不要害怕 政府跟你們站在一起 這就是我們一系列的要積極的作為 當然還有其他的 那講起來時間很長 我就簡單來跟黃天王議員報告 好 市長請坐 我先從這裡市長所說的 要是你對年輕人非常了解 問題他們的所需 所需要的重點在哪邊 我想我們年輕人 是我們國家進步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因為比較沒有社會力量 所以需要我們這個公部門 政府可以來跟他們 請到三天 我想市長 這個老闆的公伴 也很多人了解 可以說 不是只有創業 這個集業的問題而已 其他年輕人還有很多的問題 他也說市長 要多關心我們年輕人的未來 不管是你做市長 還是未來做總統 年輕人的問題 我希望你放在心裡 時時刻刻有辦法 主動關心 要怎麼跟年輕人幫忙 請市長 這個總是 另外 第二個問題 就是要請教我們剛才 到現在 到現在 這個計劃 我總共要40年而已 高雄館那時候 大家就一直正出 希望政府可以開發 然後高雄市 也已經管市業 八年了 正出開發 到現在 也沒辦法去做開發 我請教我們 我們這個 剛才 我們在做三通 在檢討 主要的計劃 那麼 可以就這 這個時間 來做 經貸開發 或是說 用 這個 工廠精修 或者是說 這個 公辦的 這個中文 或書辦的 中文 這個部分 可以做 處理 因為這裡 不但 這邊 兩千幾公頃 他這裡的地主 因為 就是 幾乎 四十幾 四十年了 第四孫子 要拿去照鏡 或是 買人 甚至 小孩 不需要照鏡 因為 你 就在那裡 你 買人 介紹 所以 四十年來 他們的孫子 很多 而且這篇 這篇 兩千幾公斤 如果你看 一篇荒蕪 對大廟地 影響非常多 剛才 整篇 都在家 因為 沒辦法起床 沒辦法做其他 的使用 你變形 價位 也是 悠閒 所以 我來請 我們 剛才 局長 你來做 簡單的說明一下 這是 我剛才的問題 你做 說明一下 謝謝議長 現在我要把 黃議員報告 黃議員一直以來 都關心 我們大平領地區的 開發 目前 大平領的開發 我們所知了解 過去 這兩千幾公斤 是為了我們 高雄 領海 還有林園 還有大發公園區 居住的一個 產業人口的一個需求 是發射的 那這兩 目前這開發方式 目前大概可以從四 也都有四種 區段徵收 然後四地重劃 還有這個 開發虛格 還有一般的徵收 其中 我們一般 我們土地所有全能 可以做的就是 製辦 這個 製辦四地重劃 跟這個開發虛格 這也能用這來形成 那開發虛格的部分 大致上 我們目前的規定是說 這個 三公頃以上 三公頃可以提出來 這個開發虛格的案 那目前 我們三通 檢討的進度 目前是有朝向 我們要鼓勵 鼓勵開發虛格 希望把三公頃 降到兩公頃 最小的申請便宜 把它降到兩公頃 目前的進度 目前 已經在內政部 都委 已經進入第二次的工展 目前因為 一些曾經案件 案件 我們已經 五月十號 已經轉到內政部 那後續內政部 都委會進行來審議 我們可以進出 市長 這個價位 有可能開發沒有了 多久的時間 你簡單回答就好 這個部分 未來還包括 一個區段徵收 跟勢力重劃 這個部分 地政局 未來 應該就後續的一個 財務的狀況 會來評估 那至於這個 剛剛提到的 這個私有的 施辦的部分 當然 只要有提出來 申請我們會來 進行來協助 你請坐 地政局 地政局局長 這個價位 有可能開發沒有了 四十年了 有可能開發沒有了 說下來 外國那些 館長 市長 都沒有辦法 是不是我們 新的政務 有辦法開發沒有了 來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的關心 因為那個 大壁町 這個地方 旁邊有兩個 我們以前市長 裡面開發的 特定區嘛 高頻特定區 一二市嘛 那這兩個 這兩個 開發區 到目前為止 還有 十六公圈的土地 沒辦法標示出去 還存那些土地在那裡 目前 財務還有 三十億的貸款 在那個地方 所以 基於財務的一個 考量 跟土地的一個 存量 所以目前 地政局 開發的 幾位七成 目前是 還暫時沒有考慮到 這個地方 好你請坐 那就是沒有辦法開發 過一個四十年 有可能 要照這個進度 也是不可能 我現在來建議 我們現在 我們高雄 要來 造商 我們沒有土地 這兩千幾公圈 是不是可以利用這 就是 我們現在 尋 核發產業園區的模式 核發產業園區 它本身以前都要農地 就是台藤的地 然後 農地 市政府 跟付出 變形 做工業用地 那 要這樣 政修 市面對來 就開發商 核發營區就是這樣開發 這樣開發 差不多 將近四年 四年 核發營區開發 差不多四五年 這樣就 整片 一百三十一公圈 核發營區就開發出來 是不是 可以尋 核發營區的模式 將這塊 要找 兩百公圈 三百公圈 這裡有兩千幾公圈 而且 他這裡 因為他這裡 都很少有職業 所以 如果 他如果 可以 來 辯作 我們的工業區 的圍 這應該 附近的這個 民眾不會抗議 而且 可以 做這片 這整片 都說超薄 這樣可以開發出來 對著大廟 未來 地方發展 歡迎 很大的幫助 這個部門 我是不是來請我們 副市長 我們 理副市長 這個 你來 這個 董事業委員會 你勝中 交集臨 這個部門 請你來 你說話 你這麼久了 你很來 這個案 我們有辦法 來做 解套的方式 來 來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我想 這一個 兩千幾公圈 說起來 很大 很大 所以剛才 我會跟市長 帶報告 原則上 我會跟我們 獨花集 來研究一下 那個 是不是能夠 把它分 七塊 來 逐步的 做這個 都市變更 那來開發 好 不管是用七段證收 或是用重化的 那種狀況 可能我們跟這個 地震局再來 做一個處理 如果假設 有這個 大概 發展應該 住宅商業 在這一個地區 大概 比較不適合 如果工業區 包括 產業延期的 這個部分 我們朝那一個方向 來做一個 好 謝謝 副長 辛苦 因為他這裡的 這個地點 這個地點 我好在這個 北伯的 因為北伯的很近 離鳳林路很近 離主要就 在那裡 可以開發 產業延期 那交通 很方便 我想 這個 唯一可以 解套的方式 就是這個 希望 可以 我們市長 副市長 這項目的辦法 沒關係 這項目的 可以來做一套 另外 我來請問 我們 精華籍 精華籍 就是 我們 產業延期 開了 有邀請 台灣工具的 唱相 跟我們 萬代工具的 唱相 他們都有做建議 希望 這個 廠外延期 可以 設立 這個 消防局 因為 因為 台灣工具 有六百幾間的 唱相 我們 和外延期 如果 全部進駐 差不多 八九十間 還有萬代工具 這個部分 如果 可以在那裡 成立 一個 消防分隊 對到 間隔的 消防 要求人 打火 可以說 很方便 而且 大寮 是狭長 狭長 這個地形 目前 中正分隊 是在北大寮 大寮分隊 是在中 這個區塊 剛好在 南邊 所以 不斷 這些工具 的 衛生 以外 還可以減過 南大寮 這邊 民眾 消防安全 救人 打火的 工作 我 今天 進發局 有 簽隊 這個 部門 在做 開會 討論 我們 請局長 簡單說明一下 五月就好 我們 這個 沿山的會議 簽隊 我們在建設 是不是在核發園區裡面 可以提供一座土地出來 讓我們消防局來設立消防問題 來 開會的經營 來 市長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對 核發園區的關心 那 我們在五月找到 開一百會 邀請消防局 都發局 和招風局 來討論 那第一點是 我們 進發局願意提供 從核發園區裡面 有一個土地是 那個 停車場的用地 大概是一百 一千八百片左右 但是消防局 大概 怕需要五百片而已 所以可以拿來用這個 做 消防局的 未來的規劃 但是因為 這個考慮到 未來 那個 運輸 預算 跟它的推動 可能後面就是 要我們做 這麼細部的規劃 看怎麼來設立 好 謝謝局長請坐 消防局這邊 您的看法是怎麼樣 有同意 未來在那裡設立 這個消防局嗎 消防局 消防局長好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的關心 有關於核發園區 那個 消防據點的設置 因為未來整個 萬大還有 大發工業區 還有核發園區 這個廠商很多 如果能夠設置一個消防據點的話 對附近整個工業區 整個產業園區的公共安全 是有幫助的 也很感謝防疫員你的關心 那本局會積極來爭取 這樣的一個地點的設置 好 謝謝 請坐 我想這個 因為 以跨局處 是不是說 消防局跟進化局 這個是不是請市長 財事一下 還是說交辦副市長 要做協調 後面的相關的工作 因為 局處 兩個局處是一個 提供多一點 一個設立 後面相關的程序 要怎麼做 那是不是請 市長 這個部分交辦一下 好的 謝謝黃天文議員 我們立刻研離處理 然後用最快速度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我們董事 有關我們 金礁的這個保險的問題 這 第一 我們 這次班 這個 富邦 富邦有這個 保險 保險 我們金礁 我們 農委會有這個 保助2千 他富邦的這個保險金是一年 一分多 一分多 保助 一分多是4千塊 農委會有保助2千 農民要自己出2千 這樣是一般說 因為 焦農很辛苦 一年 如果修正好 剛好 剛好價錢 不可以賺錢 剛好豐胎來 金礁少的 血本有過 所以有這個 保險 如果剛好豐胎 是不是 財神的部門 可以解消 由保險金 要來 立內部 算是 農委局 我們委會長 是不是 這部門 農委 有2千 農民的負擔 這個部門 是不是 這 農學局 有沒有什麼預算 可以足以補助 300 500 1千 是不是 我們減輕農民的支出 這個部門 是不是 我們吳議長來簡單說明 來 從議長說明 好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對於我們今早 近年度的富邦保險 農業保險的部分的關心 我們全期的金礁 政策的民進 總共有兩千一百公斤 所以目前是親像議員在說的 就是中央的補助的部分 就是有這個一半 所以農民目前是自己負擔一半 我們如果要用做幾十五%的位 我們總共要花的經費是兩千多萬 這對市府來說是有很大的負擔 這項補助其實它的這個金礁 勒費的條件其實是不太好 它的費路其實也要差不多幾十五%左右 所以一般來說就是 剛才有說到就是 我們一公斤是差不多四萬多 因為我讀中央的時候是夾二十八萬 而且它還有相關的條件 它第一就是 這個 我們在收財下的這個民主要超過二十八 第二就是它不可以整其他的東西 向它少爛 再來就是它要倒 一般來說 我們的金礁 它是要進行光合作用 所以它跟那個合法有破 它這部分也沒有做相關的配送 所以這部分其實我們還要向那個 我們這個富邦這個保險公司 還向他們說 反而有更好的條件 有更好的條件 我相信農民他願意來去補 目前的位置 其實我們的農民來參加保險的部分 差不多加熱的差不多八公斤 所以現在我們裡面其實也沒有做 就是說他的誘因其實是不夠 對於農民來說 他要求他一分多 還要入兩千多 其實對於他說他也不一定 他以前來說 我們天然之海補助的時候 他的勒費七萬多 但是我們天然之海 他可以補到十萬 所以相對來說 他說其實這條保險的經過的條件 並不好 我現在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市內其實 的重點一直都放在那裡 就是說 我們要做安全的農業 跟參銷的努力的部分 所以大家的官司 其實它的重點也沒有三天 如果把所有農業的保險 都把它放下去 我看 我們的經過的疑心 會增加非常大 你包括像目前都有開放十四項 每一年 會有一些団子 都會有變化 所以他有一些 要賠償的條件 也不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來說 全台灣 不管哪一條保団 包括中米也好 或是其他的水果類也好 其實我們現在保的 這個比例都很少 這被探索到就是 其實保団的經過的設計 是一種問題 第二項就是說 是不是所有東西 都一定要去保 我當然就是說 如果有相關的屁股 的制度來走的時候 其實都應該要來補 會比較好 但是你也不能說 一超過的範圍 你也要補 這也會出問題 因為我們本來 過大的時候 介紹就不好了 所以這有相關的 一些問題的存在 好 局長 請坐 謝謝 我們標示 你對這個 都會叫做這個業務 對農民 非常清楚 這是好的 每天都學了 但是這個部份 就是 補充不好 這要說明 讓我們的農民聽 第二 就是說 對我們無法度 去做補助 我們是不是 災情 以後 的 嘗試 災後 全補助 這個財政 這個部份 可以 跟他搭協助 希望 我們 這個部份 跟他搭三天 謝謝 來 這個就是我們 國有財產局的地 管理人是 我們農業局 他 他的 這個位子 是直接 來勤你 跟婚姓你 他 這個地方 裡面 他差不多 五萬四千三百 五萬四千五百三十倍 三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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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 管理 管理者 是我們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這個管理人 衛生是 國有三千九的地 是我們都叫在管 這是 這個由來 是我們專業來的 我請我們 副市長簡單答會再來 來 市長長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議長 這塊地 在一百坑三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 變作是 公園的用地 但是他目前 我們在議館長 在做館長的時候 那時候 他就要辦 副委員會 所以 頂館裡面 有拔場 所以現在 高雄市的 這個設計委員會 也是 做相關的 這個 經過的 這個 分連 和這個 體育的行動在頂館 所以 要做這個 公園的部分 我相信 我們要來 還有 這個 這個 工務處 工務局 以及我們的 這個 運發局 共同 再來 做相關的協商 因為 目前 因為這個 靶場 並不符合到 我們的 這個 目的事業 這個 政府土地 可以使用的行程 所以變作說 現在地 雖然 已經變經過了 但是也是 我們在管 他早期的地 因為有什麼農業局在管 是 他是 都市街外來的 保護區 所以跟農業局 來管 但是 台北都已經變經過了 了解 了解我們 究竟這麼多 我現在要把市長 和市長報告一下 他這間 有四萬 五萬 幾 五萬四千五百 平方 他也換算做平 還有一萬六千幾平 他 進幕前 已經 是 公園用地 我們都知道 如果要開發公園 要去 徵修 蘇林土地 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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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 徵修 就無法去建 了 我們剛好不容易有這個 公園用地 雖然是 各位十三局 但是 管理者是 這個 農業局 那麼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這是裡面 這個 蘇用分枯 裡面的這個 民主 和公園用地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中央 各級政府機關 互相 撥用 公用不動產 有償與無償 這個原則 來辦理 我們是不是說 這個 是我們 公共所需 公有不動產 來辦理無償 無償 無償跟保養 當然無償 保養 因為 管理者是 都會有局 但是 這個 公園 保養 機關 應該是 幹部局 這個 部份 是不是 請 我們 律師專 部署廠 你這個 這個部份 有法度 來做辦理 可以做一半 因為這個公園 做起來 50萬多平 那裡做起來 那個附近 那個附近 有兩個爭頭 而且我們 地政事務所也在 高英 中山 江鄉 都在那 整個區塊 可以這個公園 插出來 這未來是 市長在大廟 所做的政績 這很漂亮 我請 來我們 副市長 請請請 大附近 大附近 謝謝議長 謝謝方議員 這一個 我看 這一個 我會找我們的 養工處 來了解一下 這一個 國有財産機 是不是可以 無償撥用 如果無償撥用 這一個用地費 大概沒有 那我們就來 索錢來 開闢 那如果說 是要有償撥用的時候 可能我們 這個預算上面 就會比較有困難 我 會找我們的 這一個 相關的 這一個 局處 來跟國產局 來研理一下 那怎麼樣再跟 黃議員報告 謝謝 因為這 這檔案 好不容易 說可以 是不是符合 這個 有償無償的 發文原則 看可以 無償不償 當然要有償的 那來算了 一堆 那錢 實在是不得了 開票公文不簡單 但是 真的 用到前四月 那些費用實在是 這個 我們希望說 可以 無償 在大樓做一個 這麼大型的公文 這個 阿爸 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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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局 我們 林芳區 白水膏 這座白水膏 已經很老少了 去年 八二三水災 市長也有魚 我也有魚 那裡有水 整個 整個 中 那個 山外地區 這座 是 對外的 另外 排水系統 他這座 這座 白水膏可能老四五十年了 我那座 水災 我那座 那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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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裞去 黃保丘 敲到泥 上去 鞭起來 一樣 只要後來 就退 後來再退 這個 讓我請 督長 matrix 看 這個整形 是不是 打掉 打掉重做 更新 如果沒有辦法 全部更新 是不是 這個水膏 水膏的這個民 可以放上去看 到底 搭在哪裡 因為你穿在哪裡去穿,就都沒辦法,同樣是在探索 這是第一件,第二件就是一種新處 割七十四山連接新處理淫水的問題 這是我們近一兩個月前,起空起來的路 大面上要來新增這座路,這座路很漂亮 近目前的幸福是這樣的 但是呢,好大的下來,只要有好大的,就是會變成這樣 就整個,然後新處國秀,然後新處理騎駕駛頭的這個部位 整個都很積水 這件,我們第一件事說,因為它的山邊水高 有部份是做這個格柵板 蕭博文這個格柵板,創的都是做傳統的白水 傳統白水,它山邊旁邊,山邊旁邊有些泥沙 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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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這個大面上行,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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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我們除了香檳的白水 是不是都可以更新為隔榨版的方式 因為白水 這時候會比較快 要切也比較方便 第二就是 它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大邊都走下去 香檳水高是在這裡 這裡有一條 白水就是 橫跨 橫跨樓 這裡有一個大白 這以前 還沒開這條樓的時候 那時候 這裡是台湘漢 地下什麼 鴻公那種 有台鴻公 但是這條樓開起來 通常這裡 這個鴻公帶起來 但是這條大白 這條大白 沒作用 早期就是都 在這裡 藏這條大白 做白水 所以 我們現場去看的時候 有發言說 這條大白 我怎麼不會洗掉 這條大白 這麼大條 結果 沒辦法連通接過 所以這個部門 是不是 會請 這個 這個 叫我們局長 這個部門 我是覺得說 如果 可以 打通 這裡 山邊 做隔壩板 這裡 打通過 它水 從這裡 解流 分流 從這條大白 處理 它水 就不會 水就不會 還要為 為這個 蛤蟆 造新 處理 的這個 這個部門 是不是 這個 我講 不知道有清掃文 不然清掃可以 請 局長是不是 來現場 看看 因為 這 這座 我們 導quer 二 hook 尷 門 嚯 銷 人 行 這裡 像 尷尾 這些都 利用這條 所以這條 非常重要的道路 這個是 毫力 家 教 非常辛苦 所以 現在 沒有 Instant 你也要做不改善 不用兩年 不用兩年就再蓋蓋蓋蓋了 這個部份是不是請我們水利局 這個部份來了解一下 看要怎麼做處理來 這兩天 這兩天 來水利局長 謝謝議長 還有謝謝黃議員 剛才有您大概提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北散路的 這個我們會遵照議員的指示 我們會打開來看看 頂版不好的部分 我們趕快來修復 第二個就是議員有建議改成格柵 這格柵部分我們到目前有九個地方 正在施工 五月底會完成 那最後一個就是議員有說到 那個橫向的這個連接管 我們這個禮拜會派工去看 那我現場也會再去了解一下 你把這條分流出來 我先對這條很大的改善 好 那就盡快去看 否則有機構 好 謝謝 謝謝 好 來這條總局 我們 八八快速道路 南下 這是八八快速道路的南下 和北上 這個車道 這大四二樓口 這大四樓口 都是大八快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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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這個開發 和外區的路已經都做好了 那做好 它沒有左轉 專用的燈 那邊 那邊 那邊來 要來那個 北上 要轉過大發工業區 也沒有 左轉的這個 專用燈 就是紅燈左轉 那地主 會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他這裡 要去左轉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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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不要等 我們就會消防 那那邊 要來 要來 他這裡也沒有帶轉去 變成這樣 來 很接 發生車好 很厲害 很厲害 因為 這個部分 這樣 這個 南下公車 要割 河外園區 那邊 一邊 執行一台摩托車來 這樣 撞到 A1的車貨 死亡 這沒辦法而已 我想 這個地方局 這個部門 是不是要緊急去 去裝設 這待會兒再請 這個局長 所明一下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 大十二樓口 它本身 河外園區 還沒開發的時候 它這裡就 這個 這個 車廂非常多 因為 這個車廂 這個 台湾區 南方 南方 大型的車廂 都全部 從這裡走 百百的 所以 這上下班的 那邊 在大廁 那邊來 要來這裡上班 都這條 大廟 這個 這個 洪山地區 都說 我們有這條 有這邊這裡 南下 要來港 所以 可以 可以 進目前 進目前 就已經 最多的時間 就大車 可以想見 核發營機 又設立開的 這條大樓來 這裡 會 會 操心 高通 的大混亂 所以 是不是 請 交通局這邊 因為 他這裡 會 十二樓 就 百百的 高公局在管 這條 台二十三 是公路局 是不是 如果請 我們交通局 去 長遠來看 是不是 召集 相關 這個單位 來援 要怎麼做 這個問題 要怎麼做 這個問題 來 做改館 因為 這車都是很多 不適合 發生事情 所以 是不是 這個樓口 長遠 是不是 還要增加 交流道 還是說 有其他任何的方案 是不是請 高公局 公務局 我們交通局 主動來 來 來 怎麼樣去 協調 是不是說 可以想一個 比較好的辦法 解決 交通 混亂的情形 請交通局長 來 請局長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對 對核發工業區開發 交通問題 的一些關心 我想 這邊跟 易卓您報告的是說 其實 因為過去這個地方 核發工業區還沒有 出入口沒有在那邊開的時候 是梯子入口 所以 大概就不會有這麼多交通車流的問題 現在他把它這個 開口打開了以後 我們的交通耗置 跟 入口的這些配置 基本上 還沒有完全這樣調整過來 那當然因為配合金發局 在核發工業區的這個開發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協助金發局來 協助這部分的交通耗置的一些設置 的耗置的這個調整跟實質 然後另外就是說 後續的這個部分 要短期上 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要盡速的辦理會堪 邀請相關的單位來做 後續的這些處理 好 請坐 謝謝 因為 這個 左轉燈 一定要 趕快 緊急去 去增設 不然 真的 沒多久 還會發生 真的 因為 上下班時間 大家也很快 你要外國也要外 你要突然 好 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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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短期內 這個問題 是不是要 盡速 盡速處理 局長這個部分 另外就是說 在 我們 八十一區 大寮重劃區 裡面 這裡有 兩個 例 這裡 未來 這個 都市計畫 重劃區完成了以後 他可能會進駐差不多 將近萬五人 差不多 進駐差不多 將近萬五人 但是 壓力有那麼多 兩例 都沒有外國中心 沒有外國中心 你未來 要求 這些 利民 開花也好 或是說 一個外國也好 是不是 未來就 沒有地方 你說 要求這 萬幾的人 沒有一個活動中心 可以做聚集的場所 還是說 活動場所 要叫他 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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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中 Solomon 就出傳 mil 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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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 跟 人口 沒有一個 里面活動中心 感覺 很難 所以 這個案 不是說 boleh responsive 佩院 讀 做研究 因為 每一個例差不多只有都有外觀中心 那這兩個例 萬多人 經驗沒有一個外觀中心 我也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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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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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有錢的 這個部門是不是可以協調一下 可以 用一個空間 齁 用一個空間 這個外觀中心 應該不用很可愛的地方嘛 齁 是不是這個部門可以協調一個 因為這目前是沒有變成啦 我知道不目前沒有變成啦 阿你沒有變成 未來這萬幾人能靠 沒有外觀中心 那怎麼辦 怎麼辦?這是第一案 第二就是在我們進幕前 這也是在八十一期都市計劃裡面 它這裡進公益專窯燕鎮公園 希望可以進出 因為這個專窯廠跟進已經七十幾年了 現在你看到二十四代的文化資產比較少 這個邀請和我們大學建村都在那裡 這堆就是建村改建的堆 所以很多建村的一些文化和生活的基義都在那裡 現在在八十一期我們這個都市計劃 我們要中圍嘛 中圍你是不是這個可以保留起來 在照片可以作為公園 旁邊跟美麗化 作一個公園 讓我們的這個未來這萬萬人的人口 現金就有一個公園 你就不用再設公園了 現金就有一個公園 而且還非常有紀念性有文化的這個現金的公園 我相信這個 因為說八十一期 中圍 都要把他拿起來 這感覺很沒差的 這是不是 這個文化局的報恩 文化局的報恩 就簡單的這個說明一下來 來 文化局的說明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那個公益專窯廠 它目前 這今年二月份 它是由大寮區的愛家園協會 提報文化資產審議 那我們在三月二十二號 有組成專業小組 會同提報人跟所有群人 進行現場勘查 那目前審查的結果是列策追蹤 那按照文資法的規定 列策追蹤六個月內要送大會審議 所以我們目前也馬上在進行 跟學術單位合作 進行基礎調查 跟建物的撤會 所以如果說要進大會 應該是今年九月底前 要完成這樣的審議程序 好 請請坐 這個我會當保留的 保留起來 你也是要找副市長 找我們 李四川副市長 這也是在重劃區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 我是這兩個案 我們要讓我們 李四川副市長了解這個 了解這個情形 正對這兩個案 是不是 我們副市長做簡單的說明 這個活動中心 可不可以拿一塊地出來 這可以不要聽做公平 我們請副市長 李四川副市長 黨委 謝謝議長 謝謝黃議員 這兩個案 是不是容許我大概下個禮拜 找個時間 我去看一下 那看完了以後 這一個後來怎麼樣的 這一個處理 我再來跟黃議員報告 好 感謝 感謝我們這個副市長 我相信 這個議長這個案 請我們市長和市府團隊 他同時 可以趕緊辦理 今天的這順到這裡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大家辛苦 休息時運總好 謝謝